Hello大家好,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近期的头发的保养与护理 那我上一次做头发保养的影片好像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了 所以就给大家update一下,然后我头发也长长了很多 尽管我去年有去剪一下,但是又变得很长了 然后大家也应该知道就是头发越长基本上是越难护理的 因为你的发尾啊可能就会有一些分叉啊干燥的一些现象 所以有很多朋友都会过来问我说我的头发是怎么样保养的 包括我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朋友都会问我头发的保养的问题 所以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会用什么样子的头发的洗发呀护发等等的产品 那其实我觉得护发首先我有两个准则 第一个呢就是少去染烫头发 那我基本上从小到大一共就烫过三次头发 然后两次是纸板 小的时候就是初中的时候烫过一次 然后高中的时候烫过一次 然后再一次就是烫卷 然后基本上就没有再烫过头发 然后我从来没有染过头发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很多女生都喜欢就是隔两个星期去换一个发色啊 换一个发型 嗯很好看是没有错但头发真的会受到很多的损伤 特别是一些热损伤还有你燃烫头发一些化学试剂 它对头发的损伤都很多都真的是不可逆的 然后所以我建议大家啦 如果你当然你喜欢变换不同的发色 那你就没关系你就加强头发的护理就好了 但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喜欢就是黑色的头发的人 自然的发色的人 那尽量就是减少染烫 当然是一定会对你的发质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那嗯除此之外呢 我当然也会特别的注重头发的洗护的保养 洗发呢我通常都会有两款 嗯两到三款的洗发液就是换着用 根据头发当天的情况就挑选合适的产品 那最近在用的是这两款 一个是这个The Body Shop的Ginger Shampoo 这个是一个subscriber推荐给我的 好像是Tracy Tracy 嗯推荐给我的就是 我觉得非常谢谢大家推荐给我这个好产品 因为我上一次去试过之后就非常喜欢 我现在用了有一半了 然后它真的是对于发根的护理很好 然后用了它之后真的觉得发根没有那么容易出油 然后也比较的蓬松一点 我觉得这个的洗发精对于控制头皮屑的这个效果 其实非常非常的好 如果你是那种容易出头皮屑的人 其实可以试一试看 因为如果你会出头皮屑 实际上是因为你的头皮不够健康 然后所以它才会就是结那种屑屑嘛 所以如果你的头皮有护理好的话 应该是就是会减少你的头皮屑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就还蛮不错的 然后洗完之后也不会油 对很不错 这款Lush的这个Bake Shampoo 这个很有名 就是它对于增加你头发的那个蓬松度 就是发根的这个地方的蓬松度 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它是这种颗粒状的 一颗一颗的颗粒 然后里面有那个海盐的成分 它可以让你的那个头发的根部整个站起来 所以你用它洗完之后的确是会头发非常的蓬松 但是它洗完了之后是会色的 你会觉得整个头发都色色干干的 就是因为它的那个是那种清洁力很强嘛 然后海盐本身就是会带走你头发里面的水分 所以它就是会让你的头发比较干 所以我的用法呢 就是先用这个洗一次 然后把头发那些脏东西都洗出来 让发根站起来 然后呢再用这个生姜洗发精再洗一次 对然后再上护发的东西 我上一次就有讲过 我洗头习惯是洗两次的 因为我头发这么长 然后洗一次会觉得洗不干净 然后所以我洗头的话通常都是会洗两次 就先用那个big shampoo再用那个body shop的生姜洗发精 然后之后呢 我是每一天都一定会有发膜 我是没有再用conditioner的人 我就是永远都是用发膜 因为我头发很长 然后发尾会非常的干 所以我用普通的那种conditioner是不行的 就是不够保湿 所以我都一直都是用发膜 然后最近在用的是这个 也是thebody shop的这款发膜 我觉得还可以 我当时就是去买那个洗发精的时候 它是有那个买几送几的活动 什么买三振三什么的 然后所以我就 就买了一拖拉谷的那个body shop的东西 它的rainforest moisture hair pack 然后我几乎用完了这一罐 几乎已经用完了 我觉得就味道一般般 然后保湿力度还不错 但是就没有让我很惊艳到 我觉得我之前在用的那开架 L'Oreal也很好用 然后就没有觉得它有比那些 就是要好多少 所以可能 可能不会考虑回购 但是就不难用 但是我不会 我不会考虑回购的一个产品 好 然后发膜完了之后就冲掉 然后我会用毛巾 就是那种干发的毛巾 包住头发 尽量让头发自然的 就是越干越好 用那个毛巾把那个头发的水分按干 然后大家要注意一点 就是你在弄干头发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用毛巾这样搓头发 因为你头发的那个毛铃片 在你刚刚洗完头发的时候呢 它是张开的 所以你这样去搓揉的话 你就很容易去损伤你头发的毛铃片 然后就会损伤你的发质 所以大家洗完头之后呢 一定要用毛巾这样 这样按干你的头发 尽量的去按干你的头发 然后让它不要滴水啊 什么的 尽量的越干 按干越干越好 然后完了之后呢 就要上一些保护头发的产品 首先呢我是会上这个 发根的一个喷雾 这个是来自那个Alterna 一个 就是一个发根的护理 然后它叫root and scalp stimulator 它里面有那个促进你头发生长的一些成分 大家看我真的发量很多 就是为什么要用这个对不对 因为呢我就是我头发的前边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眩 然后这个地方很容易痒 然后我就会经常的去用手去抓头皮 然后这一块就会红红的 就非常的难受 然后我就会想要用一些舒缓头皮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这个喷起来就是凉凉的 你会觉得发根的地方凉凉的很舒服的感觉 所以就会减少我那个头皮发痒的问题 再就是我头发虽然发量很多啊 但是我这个这一块是有一点点缺发的 这样看得见吗我也是拼了 对就这个地方 发肌线的这个地方 就这个三角区是有一点点缺发的 所以我就会加强喷一下 然后就让那个发量看起来比较多一点 前面的这样子 所以头皮的护理的话我还蛮推荐这个的 然后呢再就是我用了很多年 也推荐了很多次的 这个Tressa May的Heat Tamar Spray 这个就是就是隔热喷雾 然后我基本上是每一次吹头发烫头发之前 都一定会整个头发就是喷 然后大概就是一边喷五下这样子 然后整个把头发全部都cover住 让你的头发在吹干的时候呢 不会伤到你的头发这样子 然后上完它之后呢 因为我发尾会特别的干 光用那个喷雾是不行的 所以我会用这个轻松衣发油 这个玫瑰发油呢 上在发尾的部分 我是按三下 然后上在基本上从这个以下的这个部分 对 然后就搓一搓 然后就把它上在发尾的部分这样子 然后就吹头发 然后吹头发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你的那个风筒 一定不要离头发太近 因为那个吹风机的那个 你如果打到最高温的话 它温度非常的高 然后你如果隔头皮太近的话 它是会烫伤你的头皮的 然后也会烫伤你的头发 所以你吹干的时候 千万要记得那个风筒离头发的距离 大概是要10到15个厘米左右 所以你风筒大概要在这边 这个位置的样子 然后吹干头发 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 如果你是长发 跟我一样是长发的话 这样吹时间会吹很久的吹不干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 就是保护头发很重要 所以我宁可就是多吹一下 然后也不想要就是损伤我的头发 而且我觉得吹头发 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 就是你这样吹啊 整个手臂 就是你会举着那个吹风机吹很久 然后觉得手臂的那个肌肉 线条也有比较紧实一点 所以就当锻炼了 对 然后就这样是吹头发 吹完了之后呢 我还会在发尾再加强一个护理 因为我的头发真的很长 然后所以发尾的部分呢 真的需要特别特别特别的护理它 所以我在吹完头发之后呢 会再加一个这个 是Alterna的那个CC Cream 10 in 1 Complete Correction Leaving Hair Perfector 这个呢我已经用到第四瓶小样了 一瓶的小样是25毫升 我当时急了很多的这个的 这种小样 然后所以就一直在用 这个它是有10个功效 除了就可以帮助你的头发保湿之外呢 它还有UV Protection 就是可以防止你的头发受到阳光的损伤 我们阳光不仅会伤害皮肤 也会伤害头发 所以大家记得就是要涂一些 如果是你去海滩啊什么去曝晒的话 都一定要戴帽子 或者是涂一些这种保护的东西 然后它是那种很清爽的那种乳液的质地 然后我大概就会挤一颗青豆的大小 然后就涂在发尾基本上最厚15厘米 这个地方 对最最最尾部的部分 主要就是防止分叉 跟不要让头发的发尾太干这样子 那基本上这就是我头发的护理 我没有再去做很特别的护理 我也很少去法郎弄头发 所以基本上就自己在家好好的护理 它尽量少染烫 然后尽量少用电棒啊那些 然后最后一点呢 就是你头发和脸部的护理 我都一直在强调的 就是要勤换你的枕套 因为你的那个枕套你晚上睡啊 那脸贴在上面 一些护肤品都站在那上面嘛 然后还有灰尘啊那些的 所以其实枕套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干净 大家一定要记得请换枕套 至少一周要换一次 我个人是喜欢一周换两次 就每三天换一次枕套这样子 因为我就是对于 就是细菌在我的脸上和头发上的那种build up 然后我觉得非常的OCD那种 所以我就会很长的换枕套 干净的枕套呢也会让你的头皮比较没那么容易出油 然后脸上也比较不容易长痘痘啊那些 所以这个枕套还有你的床具的清洁是很重要的 好那这就是我头发的护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还有任何的问题呢 都可以在下面的留言板留言给我 然后如果你想要知道我更多的动态呢 欢迎大家在Instagram 我的Instagram上面跟我聊天 我知道有人会问我这个P的这个围巾 这个是我妈在国内给我买的 然后上面是那种 Cheetah猎豹 非常那个 非常那个霸气的一个围巾 然后我就让它出镜一下 好那这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周日再见 拜拜